各位好朋友 今天很高興來跟大家介紹這隻 2016年的Enova Enova車系出到2016年 這一台是最後一期的Enova Enova是在Torota相型商用車 非常重要的一個車系 堅固耐用 簡單可靠 實用 讚 既然是商用車 它的底盤是所謂的H型大輛加上車身 那為什麼要H型大輛 它能夠負載的重量比較重 如果有一種一體成型的地方 在桌上還沒那麼多 這隻全車原版件 來來看看 再來它的能量都保持得還不錯 哇 來看看 這裡 土耐台的山用車 真的有一定的耐用性 來山用車以後 後照 要寬敞 讓你載貨能夠非常的方便 有時候你比較大的東西要蓋都沒問題 那後面都已經底板把你弄好了 山用車並不是很強調說你要多漂亮 但是最主要的骨架 還有它的耐用性要好 後座的那個空間的變化力要大 可以這樣全部掀起來 對 為什麼空間變化力要大 因為你載貨的空間要很大 有時候你會不知道你要用什麼樣的工作 這隻2016它都是通過全車原版件 雖然說5號都是可以版修而已 B是什麼咧 受損面積約一個拳頭以下 對對對 它並沒有換板件 那山用車稍微有一些受損的面積是很正常的 里程17萬2千 17萬2千544 那Torata一之所以耐用 它的引擎現在都是正死鋼帶的 不需要換皮帶 所以說從前有一些 山用車它可能要換左右的正死皮帶 Torata的山用車不需要 所以說Torata本身來講 為什麼它的耐用性是會比較好的 因為本身來講它的用料是比較好的 那冷氣 來 它這種是冷氣都很低 這個也都經過我們S認證 出口溫度都在10度C以下 這裡有餘熱的音響系統 對 再來這隻主牌 現在越來越多人開自排的 很方便 在這邊的部落 即使是在做工程的 也要有一個良好的品質 所以說這台車 你如果來載 不管你要做最用的 要做工作 都很理想 讚 各位朋友 英文春起車 今天來大家介紹這台Innova 在Torata的商車市 它現在就是Tong S 再來比較大型的三個車 喜歡車就是叫Innova 如果各位喜歡我們的影片 幫我幫我們按讚 點閱 開啟小鈴鐺 感謝大家 謝謝